来自韩国的粉丝说 如果有机会去韩国的话 你会想要做什么 我的话首先韩国还是比较熟悉的 去的话就是回忆过去吧 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下一个 你确定韩国粉丝听过这个歌吗 我的问题是 来自俄罗斯的粉丝问你儿时最快乐的回忆是什么 应该就是玩 读书呀 学习study 我没有我是玩 来自新加坡的粉丝问 如果要为TUBS的粉丝取名字的话 会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TUBS 这是来自拉丁美洲的粉丝 你会要想再挑战跳舞吗 想吗 他想 他想 我都不想告诉你 他喜欢跳舞 其实我觉得有合适的契机的话 再加上我们四个真的就是特别适合那个舞蹈的话 也许我再试一试吧 然后或者有没有以后想要挑战的事情 以后也许想要挑战 我们刚刚摄影了 来自巴西的粉丝朋友们 TUBS在遥远的巴西也有粉丝 而且在渐渐的增长 我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感想 首先非常感谢巴西粉丝们对我们TUBS的厚望 然后也希望呢 我们可以赶快跟你们见面 然后 谢谢你们的支持 OK 来自菲律宾的粉丝问 既然你们有一首歌叫I don't wanna stop 那你有没有不想要停止或者停止不了的事 工作啊 然后开心啊 对吧 永远不要停止开心 对对对 永远不要停止开心 我希望的话是生命吧 蛤 这个有点难 有点难 有点难 永远不要停止开心 来自泰国的粉丝 嗯 你们这首love1act0最喜欢的歌是 原因是 我最 就是目前 目前发出来我最喜欢的歌 其实是出声无畏 也是 对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出声无畏 为什么 其实原因是 我们第一次登台唱的就是这个歌 然后我也非常喜欢这种 有节奏的 然后带国风元素的那种 非常happy 非常high的那种 你现在特别是有回答上个问题 我觉得很开心 如果觉得这首歌有共鸣的话 可以分享一下相关的故事吗 共鸣就是出声无畏嘛 我希望大家都是永远不要停止开心 永远出声无畏 永远要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嗯 门在那 对 这又是来自巴西的粉丝 然后说 我们好爱巴西了 组团TOBS这件事情 对你们人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然后对这个转变会有什么感想呢 我觉得组团TOBS 其实就是 朋友喝 您慢点 朋友喝 其实最大影响就是出声无畏 永远不要停止开心 对 然后对于这个转变 我觉得是 无论是做演员也好 或者其他的身份也好 其实我觉得大家凝聚在一起 就是最有力量的一件事情 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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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